我觉得如何加强正好拉球速度 还是在于你击球瞬间的这种使劲吧 可能平时的这种训练的时候 你可能正常拉的时候动作是一个匀速的 但真正如果要想加强速度与质量 还是在结尾球的瞬间的爆发力上 是无论是身上还是这种前臂手腕 都需要一个加强 接触球的瞬间有一个突然时间 才能够使这个球会有突然性 好小张你好 我觉得比赛进入状态 首先还是跟每个人的打法分子有关系 如果你是习惯性 相对前三板要好一些的话 我觉得相对比赛进入状态上更容易一些 然后还是要能够去 无论是赛前的热身和赛前的准备 都需要能够去计时的调整 才能够更好地去进入好比赛状态 然后另一个也需要对对手的分析 然后能够了解一些对手的情况 才能够不会被突发的情况去打乱 我不知道你平时踢发球反映怎么样 我觉得关键时处理不好 可能一方面跟这种心态可能有一些关系 因为你说的是关键时刻 然后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对这种 骑发球一个最主要还是以判断为主 然后可能对对手的出手 包括这种自我的这种版型控制 我觉得还是要多加联系吧 首先还是要能判断对方的旋转 第一个才能不试发球吧